桃園市長候選張善正他被指控擔任董事的電影公司跟中共有關 好不過呢 張善正他隨即秀出了證據反擊 強調公司沒有辦法控制誰能夠擁有股權 抹紅一間國際好萊塢籍的上市公司 真的是太缺乏國際觀了吧 好 只不過呢 現在綠營狂打了抗中保台牌 但是多次翻船 民進黨的桃園市長候選鄭運鵬也立刻遭到起底了 在2008年成立公司到大陸做生意 申請的文件當中 國籍寫的是中國台灣 好 不過鄭運鵬解釋 是因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國民黨因此炮轟 真的不要再雙標了 連曾經擔任執行董事的數字王國 都被指控背後股東跟中共解放軍有關 國民黨桃園市長候選人張善正 第一時間秀出股權結構 要讓這些磨紅手段踢到鐵板 第一大的股東20%就遠遠高過 兩個中資法人加起來 加起來的股份 外面在擔心說會不會是一個中資控制的公司 差遠了 連國際級好萊塢特效公司都變成中共同路人 張善正頻頻被對手貼標籤 只是綠營瘋狂使出的抗中保台牌 這家人卻多次被抓包早就向大陸靠攏 相對於我們鄭運鵬委員 在大陸那邊怎麼稱呼他自己 民進黨桃園市長候選人鄭運鵬更被起底 2008年成立公司到大陸做生意 在申請的文件中乾脆把國籍也改了 鄭運鵬以歐業公司為申請人 提出申請的專利的文件 大幅度的發明 是引用被美國制裁 有軍方背景的中心華為的大量的專利 顯然你對中心華為的技術頗為認同 他著名自己住在中國台灣省台北市 國籍也是中國 國民黨指控甚至這家資本額 5600萬的歐業型媒體 去跟中國大陸三大國營電信企業做生意 整個專利內容中還大幅度提到 發明是引用被美國制裁 還有軍方背景的中心華為的大量專利 台灣長期在國際專利申請上的一個困境 我們在這個國際專利申請上 因為我們不是會員國 所以我們都會被格式 會被改成中國要的樣子 說好的抗中保台呢 這個時候又變成了是受到不公平待遇 民進黨嘴巴含著要抗中 恐怕又是回力標打到自己人 記者綜合報導 好 當然這一回這個民進黨 桃園市長候選鄭運鵬被提爆過去在大陸經商的時候 為了申請專利 他的地址竟然貼中國臺灣省臺北市 好 藍軍因此炮轟了 你為了賺人民幣主動寫自己是中國籍 鈔票當前抗中保台你就不見了 民進黨過去怎麼抹紅別人的 如今回力標全部都狠狠地射向自己 每當選舉民進黨抗中保台喊得漫天響 但鄭運鵬卻被提爆2008年立委落選後 和大陸國營企業做生意 當時申請專利的一份文件曝光 上面清楚寫著申請人鄭運鵬地址 竟然是中國臺灣省臺北市 國籍就是中國 這難道是眾人所認識的鄭運鵬 但當初蔡英文一聽到中國臺灣是如此氣憤 我們對中國臺灣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見 只要我們一發現我們就抗議 而且我們抗議到底 抗議到底 抗議喊得大聲 但蔡英文的愛將鄭運鵬為了賺人民幣 還主動寫自己是中國籍 在野黨炮轟 民進黨難道是鈔票當前抗中就不見 一到選舉抗中就出現 不僅是自己雙標 更凸顯了民進黨所謂的抗中 只是嘴上在抗中 就是嘴上說不要 但身體很老實 只要顧鈔票 但選錢來騙選票 過去不是在罵統派也好 罵國民黨也好的 好像自己就是立場是多麼堅定 忽然到了自己人的時候 然後就好像就是裝作沒有事情的樣子 撈完人民幣一到選舉就忘記 過去不少臺商被民進黨抹紅 如今這諷刺的回力標 狠狠射到自己 記者林青線流居展林沛傑 台北桃園採訪報導 好桃園市長候選人鄭運鵬被爆料說 2008年競選失敗之後 他馬上就到成立一個公司 到大陸跟陸資合作 我們繼續來聽一下 這次時事評論員他直接開算了 鄭運鵬你的中國夢真的很勵志 民進黨的雙標讓人已經無法形容 你可以不要去賺啊 鄭運鵬的中國夢 真是一個多勵志的故事啊 2008年對不對 看起來台灣混不下去了 那時候你們十一寇被趕出去啦對不對 然後就跑去想要賺中國的紅錢 然後輾轉之後 現在又回來要幫民進黨選市長 在過程當中還不斷操作抗中保台 鄭運鵬不要凹了啦 我不是否定說每個人的人生路不能轉彎 不能有髮夾彎 但是你想想你過去的言行 你現在還要繼續凹下去嗎 你要繼續凹下去能看嗎 我覺得該怎麼說 他這個解釋非常的莫名其妙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我當時只是想要去大陸賺錢啊 那個專利申請的不是我填的啊 是啊 那請願一下你之前攻擊張善政 張善政的那個紅機報告 也不是他自己寫的 他是計畫主持人啊 那為什麼全部都算在他頭上呢 所以方方面面都說不過去 我覺得中資這件事情在進來 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講說 抗中保台這次打不起來 就是因為民進黨實在太難看了 你的雙標已經雙標到 已經雙標到 簡直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的地步了 你二零一九年敲鑼打鼓對不對 然後一直講說什麼 國安武法不過 台灣會變香港啊 國安武法一定要過啊 抗中保台不能沒有國安武法 請問一下這幾年你辦了誰 看起來好像辦來辦去 可能會辦 該辦林尾峰不辦 該辦邱以思 就是高端 我看你辦不辦 講來講去都很無聊啊 這就是為什麼被人家看破手腳 你既看不了中 你又保不了台 回頭發現在賣台的都是民進黨人啊 都是民進黨人賣的最兇啊 甚至還有不賣的啊 台灣只送不賣啊 所以所以你要講什麼東西呢 就沒有招了嘛 但沒有招了為什麼 還是要繼續打這個 因為真的沒有招啦 最後還是只有抗中保台 可以一直跳針啊 就算沒有辦法 再吸引中間選民 沒有辦法扭轉 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得票 但他至少能夠號召同溫層 在陳時中團隊 所謂的跳船潮 難道已經開始了嗎 有媒體爆料說 陳時中的競選辦公室的 副主委何志偉 竟然是把陳時中的人像沙畫照片 直接丟在立法院辦公室的回收區 甚至傳出呢 就連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 都為此震怒 好 雖然何志偉他痛斥 這是遭到惡意的操作 不過呢 陳時中顯然沒有買賬 要何志偉 如果是要送競選辦公室的 就盡快送回來 這語氣當中 聽得出其實蠻不高興的 選戰倒數三十天 陳時中繼續市場拼陸戰 卻遇到民眾攔招深淵 一時不知如何反應 不過讓陳時中錯愕的 還不光如此 自家競選總部副主委何志偉的 立院辦公室外 經見陳時中的人像畫 再靠近一點 你認出來了嗎 等一下 王先生到你這邊來了 你要超過幾年兩遍 整月臺灣藝術博覽會開幕 何志偉身為創辦人 還陪著陳時中 一起創作人像沙畫 畫是完成了 不過卻被爆料 如今氣質在辦公室回修區 與一旁垃圾圍伍 甚至傳出連黨主席蔡英文 都震怒 所有的藝術品 無論它放在哪裡 都不會有它的價值存在 那我想選舉到了 可怕荒誕的鬼故事會特別多 我是第一個出來力挺陳時中的人 這種文化的創作 我們都應該予以尊重 那那話如果是要送的話 送我的話 那就盡快拿回我們的鏡總 何志偉譴責惡意操作 陳時中卻沒買賬 系數綠營北市鏡總副主委們 從高嘉瑜陪同登記時 連牌子都舉反 到競選總幹事吳思瑤 不在北市坐鎮 反倒跑去桃園 幫鄭育彭主持造勢大會 如今何志偉的沙話門 再讓陳時中團隊的 跳船潮傳言 繼續發笑 台北市的現任立委 本來就是都是 競選總部的副主委 所以他們不是真正 積極參與的人 各搞各的你也不要意外 因為這些都是現任立委 對不對 現任立委就是忙自己的活 他為什麼沒有立即 就送到進辦 這個蠻奇怪的 他顯然是把他帶回去了 那帶回去也沒放在自己的辦公室 可能怕招來不好的運 所以又把他放到垃圾桶旁邊 這個 不過這個行為真的我難以理解 小英怎麼會知道呢 那一定是有人去搖耳朵吧 我需要我背後站很多人 這個人沒那麼厲害 人的作為作比較厲害 自信背後有團隊撐腰 可是阿中 默然回首還有多少人在燈火藍山處 記者 陳文先生 你配宣傳來報導 好 不過發生這幾事件之後呢 其實評論員陳鳳馨認為 非常的不可思議 如果你真心挺的話 你不可能那麼草率的處理 所以到最後說是他去丟的 這件事情就是讓我覺得 無論如何都覺得不可思議 這第一個不可思議 但不可思議的是他的曝光 當這個沙化被發現說 被丟棄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相信陳時中辦公室的人 第一時間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你們知道你們沒有處理好 你們知道交給了何志偉 然後你們也知道說 何志偉是這麼白目 所以呢 你們第一時間應該就知道說 這件事情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你希望把這件事情 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的話 你一定私下的去找何志偉 然後把這件事情給擺平了 就結束了 怎麼還會要去調這個什麼 監視器呢 何志偉 反正他就是硬拗型的政治人物 什麼事情一發生 第一時間先學會怎麼樣子硬拗 這是他的特質 從來不會去誠實的去面對問題 這是一個政治人物的人格問題 我們不去細論他 但是只要爆出來 他就形成了一個 何志偉 不挺陳時中的民間印象 而這個民間印象 我很想問 對何志偉的那一些調啊咖 會是什麼樣的想法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 真心在選舉的人 你怎麼會想到 要把這件事情給爆出來呢 你一定想盡辦法掩蓋他 因為如果說何志偉不挺你 我告訴你他的調啊咖 沒有人會盡心盡力幫你拉票 所以我不太理解的就是 何志偉是真心挺陳時中的嗎 而陳時中的團隊 是真心的在選舉嗎 去調監視器的人 到底他想要得罪的人是誰啊 他到底想要殺的是何志偉 還是要殺陳時中的選舉呢 這裡面恐怕有 這個不同派系 其實英系也對何志偉很不滿 對不對 有黃成國啦 這裡面的這個問題 非常非常的多 但我覺得 真正的關鍵點是在於 看起來這裡面 處理事情的每一個人 似乎心思都不在陳時中的選舉上 這才會 這才會把別的事情 當成最重要的事情 而不把11月26號的選舉 當成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眼前的事情 跟 而且事實上 當選跟不當選 對於民進黨來講是重要的 可是他 如果他有真的是 派系考量的話 顯然他把派系這件事情 看得比民進黨的 未來的政治都還要來得重要 好 如果有一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